日前在漢光演習任務中 不幸撞山墜毀的F-16戰機 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 現在傳出失事原因 可能出自戰管指揮延誤 造成飛官錯過轉彎時機 在沉平時候 我們的這些戰鬥機 飛騎員或者戰鬥機升空以後 他飛的包括高度航向 任務的執行等等 全部都是在空軍戰管的 指揮導演下 6月4號任務當天 由飛官吳彥廷駕駛的F-16 從花蓮嘉山基地起飛 經過彭家與外海 再轉向基隆港 模擬投彈後 左轉爬升脫離 不料在接近目標區時 飛機卻突然進入雲層 吳彥廷請求脫離 但戰管卻回答standby 要求待命 延誤了這幾秒鐘的時間 造成吳彥廷來不及轉向 混沌五分山 空軍回答的保守 但戰管為何下令待命 而不授權立刻脫離 據了解當時松山機場 一架上海航空班機 正好起飛 戰管決定先聯繫航管 才造成致命延誤 但漢光演習期間 台灣東部空域早已化為軍機使用 軍方應變措施 是否有些小心過度 我希望假如這種情形 有發生的話 希望以後 協長協弟們 在飛官方面 應該要做一個檢討 礙於社會氛圍 軍方常年動輒得救 只要民航機與軍機接近 警報系統一響 戰管人員往往要被追究懲處 久而久之養成保守心態 雖然確切原因 人無定案 但優秀飛官的性命 卻再也患不回應 這是黃明軍國防軍林醫生 採訪報導